你们我可以接受50发生的人员 身上挂着各种气水瓶 告诉小朋友回修宝特瓶的好处 哥打定一慈激职工 分别走入两间小学宣导环保 我们想借助慈激的力量 加强同学们老师们对环保的这个意识 自己带购物袋 这个是非常好 也必须要身体力行的 因为我们多做就会习惯 人类弄到我们整个世界 都有垃圾那些 怎么我们全部不能回收呢 怎么不可以弄干净呢 怎么一定要弄脏啊 那些可以环保的东西可以拿去环保吗 从游戏中体会水资源的珍贵 三个月来因为干旱缺水 而过着一天有水用 两天没水用的孩子们感受更深 我们不要浪费水 因为而且我们的水越来越小 水源很珍贵 我会在冲凉之后在脚底下放一个盆 然后那盆里面的水拿去洗地 用了之后就开关要关好 然后叫他们回到家里也是一样 当海平面上升的时候 上海就变成了海上了 是什么原因呢 启发两间小学820位孩子的环保意识 学会珍惜支援 地球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大海新闻张晓慧 庄立金 吴福龙 马来西亚 哥达丁一报道